海淘法师救护众生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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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佛子阿弥陀佛 下午我们要来正式传菩萨界 菩萨界部分在家出家 甚至一个说法 一万个比丘界 还不如一个菩萨界的功德 因为比丘比丘尼 这种叫生文界 是为了个人的解脱而受 所以经典说 你供养整个地球上的阿罗汉 福报很大 那时还不如供养一个发菩提心者的功德 所以这就形容菩提心的功德 那为什么菩提心有功德呢 那菩提心它是发起了一个救护所有众生的心 所以也承担所有众生苦的心 所以永不退转心甘情愿的 承担所有众生的苦 把自己所有的善根功德 来回向给众生 自己呢 则永不退转地坚定在菩萨道 乃至追求为众生离苦的佛菩提 所以菩提心就是佛的心 所以也很幸运的 每个人都有 只是有没有扩大而已 妈妈爱独生子的心 乃至呢 孝子会保父母的心 那就接近这个心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很多爸爸妈妈可以割上身体自己的皮 来给烧伤的儿女 也有很多儿女 愿意割掉自己的肝 乃至骨髓 来奉献给自己的父母 所以当然菩提心的根本是慈悲心 那这个慈悲心也不是光人有 动物都有慈悲心 母鸟爱小鸟 甚至各位看网路上 母鸡也可以爱小猫 狗也可以爱猫 甚至网路上看到有一只老虎 还是狮子 保护一只小猴子 他妈妈他把他吃掉了 结果后来他看到那只小猴子 起了 是一只豹 所以他住在树上 保护这只小猴子的心 但是佛教强调了 不是光慈悲心 而是那种没有界限的 没有分别的大慈悲心 所以慈悲心人人都有 动物也有 就像鱼 无锅鱼 我们也叫福寿鱼 它用一用它的嘴巴 保护所有的小鱼 所以它的嘴巴特别大 甚至各位到美国欧洲 那些尊鱼鲑鱼 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 那为了要传宗接代等等 那如何把这样子 本具有的佛性 这种慈悲心 扩大为 开展为 成佛的菩提 那就是我们受解的意义 所以 这个才是生命努力的目标 生命努力的目标 不是为了成功 成就 做一个皇帝 做一个出名者 等等 生命成功的目标 是慈悲 帮助所有生命 才是我们生命存在的意义 那这一点 各位都有感情 就可以把感情 透过训练 乃至智慧的进化 变成一种大慈大悲 那有了大慈大悲 这是一个基本 如何究竟有能力 帮助众生成佛 那叫成为一个佛陀 就像我们看到老人家生病 我们当然有悲悯心 阿嬷在生病 我们要发愿 将来要做医生 那你从小就开始 努力读书 那一天可以救全天下的阿嬷 救所有的病人 所以有了这种悲心 那就要追求一个圆满的能力 以这个悲心做基本 所以当然站在佛教 特别大称佛教的教育 就是菩提心的教育 就是要希望我们大家都念一下 德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所以既然有这个悲心 要得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那就要以波罗波罗弥陀故 所以你要有一个了解万法真相 而不会被万法起心动念的心态 这个叫寂静的心态 也就是说你越想要帮助众生 你心要越冷静 越冷静 越平静 越锐利 所以佛教有一句话 念一下慧眼慈心 所以就像牵手牵眼一样 所以手代表慈悲 手里面都有一颗了解万法真相 没有分别的 所以没有分别又了解万法 所以叫智慧 那各位一定要要求自己这样 所以至少你要知道 修行的动机 我不会生气 我不会起心动念 但是不是不会 而是会 你能够安忍 该生气的时候不生气 该起欲望的不起欲望 就像各位 你现在有一个独生儿子 你想要出家 你必须放下他 这个过程对你来讲 你很难 因为你很爱他 你很担心他 又怕他一个人没人照顾 你有一千个理由 但是就是要叫你放下 离开 离开那个地方 所以那这就是我们要修的 不然的话 没办法圆满 当然不是现在这一辈子 就可以完成 但至少你知道 这个方向 你把每一个众生爱得要命 但是却不执着他 要修行到这样 所以你就要慢慢学习 不执着的放下 放下不是你事情处理好了 才放下 当然很多人跑来跟我说 师父我也要出家 好吧走 事情还没办完 明年再说 师父要出家 走 又还没办完 我碰到好几个 后来已经生病得癌症了 我说你现在出家吧 去哪里 极乐世界吧 因为要往生了 所以我想是不容易的 这个过程要有很强烈的意志 就像释迦牟尼佛要离开他的太太 跟他的独生子罗霍罗佛经 是这样写的 他说他的心脏完全裂开的痛 各位真痛 但是在意志上要超越这个痛 孤独的去出家 去修苦行 因为他出家并不是不爱家人 只是 就是因为很爱家人 才要走出一条解脱的路 不然他的父母 他的太太 儿女 他的国家 子民 不管你拥有在多 国家在安定 那个都是暂死的 就像各位跟你说 你这辈子怎么吃肉都没问题了 但是你到了85岁就得癌症 三年慢慢死掉 哪怕你现在25岁 那我宁可不吃肉 因为后面那三年要得癌症 然后慢慢这样死 我宁可现在就不要了 所以这一点各位要想远一点 就近的快乐跟短暂的爱情 执着 名望 要分析得很清楚 千万不要背这个像 这个房子是我的 这个土地是我的 这个车子是我的 我拥有一个很好的爱情家庭地位 那个都是骗你的 虚幻 无常苦空无我 这一点看清楚 那为什么讲这个 你知道了 却所有众生都不知道 所有众生都在追求这个 所以你看到这一点 你要对他们生起悲心 这个才叫大秤 如果以小秤的阿罗汉 我看到这一点 哎呦我很庆幸 我听到佛法 我赶快打坐 所以他只是看 但是他没有悲心的行动 就像解脱到了阿罗汉 经常看到鬼 像穆建年一样 他看到鬼 他会去问问他们的因果 但是穆建年从没有想说 我要去度他 让这个鬼超度 赶快去净土 他只是知道他的因果 这样而已 那菩萨就不一样了 你要发菩提心 你一定要让他 脱离这个轮回的痛苦 要用什么样的方法 要用什么样的方便 哪怕你已经可以解脱了 哪怕是到净土了 但是你还要陪着他一样 所以只是说你要度众人 究竟来讲 你要有空性 因为你没有这种无分别的智慧 你就会被这个境界 这个像所拉走了 我们出家人也有很多还俗了 并不是他出家动机不好 他很认真 他很精进 但是他终于碰到他的境界了 这个就很难 我觉得这个就是修行 修行总是要面对这个的 而且不是面对一次 百千万次的各种的境界 你都要面对 但是唯一能够依靠的 就对三宝的信心 所以现在要受的叫 是不坏信 你要对三宝 对你持的戒律 生起信心 他可以度过这一关的 就像各位相信医生一样 他给你打麻醉剂 你都签下一属了 可能你眼睛就准不开了 但是你相信医生没问题 我等下还是可以醒过来的 但是那个苦 为什么会苦 根本没有苦 只是因为原来你还有个我 所以你才会苦 所以各位 发了菩提心 受菩萨界 各位要精进的思维空性 在立他的行为里面 去思维空性 不然哪一天那一种诱惑来了 那种苦来了 你心里耐不住 你耐不住 你就没办法得安妙堕落 善妙善善善菩提 所以各位要思维空性 但是这个空性必须在立他的行为 在种种复杂的这种爱恨别离 这个当中去完成 你不能说那我为了修行空性 我就天天躲在山上 没有这些复杂的事情 少事少业 那你就没办法修空性 也就是说 你必须在那种境界 爱跟恨的境界 所以我老实跟各位讲 受菩萨界非常的伟大 但是我也告诉你 接下来你的生活就乱了 为什么 因为你发了这个心以后 你这个心发出去了 所有法界跟你有缘的爱跟恨的 他都会来找你 所以各位可以不用受 回去 但是你要受 你要敢面对 你要敢面对 因为你既然要度众生 跟你有缘最近的你一定要度 你过去的妈妈 你过去的敌人 你过去的独生子 累劫累世的都会来 因为是你把讯息放出去的 就像我是个通缉犯 结果我把我的相片放在网路上 那你必须先修业障 所以为什么受戒的时候 每天都要忏悔 不断的拜 不断的忏悔 而且我们刚受完戒 我们的戒兄弟告诉我 拜一年 每天都要忏悔 所以不然的话 很容易退转 为什么 因为各种境界都来了 为什么这个就是没办法 烦恼魔会来找你 你越想精进成佛 所以魔 是这个魔一直跟佛陀说 你不要发愿成佛 那你马上就可以去犯天 乃至你可以 正阿罗汉现在入涅槃了 所以佛陀一正的 圆满正觉 魔就现前了 告诉他 你入涅槃吧 因为你已经成就了 对佛陀的生命已经成就了 但是对众生的使命还没成就 但是魔就一定要让他 叫他入涅槃 用各种方法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受菩萨界真伟大 就像你一个人 要到非洲乡下 吃人部落 去度众生一样 死亡是必然的 但是呢 你还是精进不退转 为什么 念一下 没有一个我的存在 这一点记住 如果你还有 我喜欢 我讨厌 我怕生病 我要健康 我怕心情不好 我怕什么 你还有一个自尊 一个爱 一个恨 那你没有办法圆满 菩提心的 特别菩提心最大的敌人 是称恨 称恨是一个最强烈的我子 会生气 逆境来的时候 不顺 所以人都有主宰 最好大家都听我的 大家都听我的 大家都按照我的意思 去做事情 这个就是皇帝的思想 转轮圣王就是这样 福报很大 但是他有强烈的我子 所以他要做万人之上 但是他可以保护你 但是他也要管你 这个就是上帝的思想 大饭天 所以他福报很大 慈悲喜舍 修得非常圆满 但是他还有一个 上帝爱世人 对不对 因为我来爱你 但是佛说 实无众生可度 他只是 每一个佛 只是对众生的愿 但是没有那种 唯我独尊的观念 每个人的体性 是同样的佛性 所以我们的本体里面 就有三宝 就有这个戒体 只是恢复而已 特别菩萨戒 各位过去都受过了 不然你不可能 在末法可以去受菩萨戒 各位因为记住 觉就是了解 而且是正觉不是邪的 正确的了解 正等 正觉 所以凡事要用 中观不偏的眼光 去看事情 不能站在哪一边 要看得很清楚 所以佛保在你内心里面 我们的自信 本体是 灵就是灵感 绝就是了解一切 所以就像你 你用一个高度的 放大镜 你可以看清楚一切 显微镜 所以我们的本性 如果你各位很平静了 你经常打坐 为什么要定 定以后就会会 你定了很专心 去了解叫会 了解会以后 那你就会解脱 所以要 时时刻刻 保持 生动 心就不要动 心动 生就不要动 但是我们在动 但是你要保持静 所以我常念这个 阿江察尊者写得很好 来 静止的流水 最美的就是这种水 各位你去看圣灵 它是轻的不得了 但是它在动 你就可以看到 那个底 要花好多钱 才去跑去看到这种水 静止的 所以我们内心 要极静 却照了诸法 照就是观照 智慧 了解万法 也是一个虚幻存在的 所以非空非有 你不能说它没有 你也不能说它有 它是有的本体都是空 空的显现都是有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想 行事 亦复如是 各位每天都在背 但是你如何把这个用 用到你的生命里面 你不能讲它空 它也不是 不存在 所以有跟空 它只是一个本体跟显现 显现的有 它的本体一定是空 所以这才是 我们本具的佛宝 所以你不能说你是存在 你也不能说你不是不存在 所以 但是 虽然你这个不静的 色受想行事也好 或是五毒也好 但是它本体呢 本体是 是清净的 五种圆满智慧 所以各位 这尊佛 跟我们每个人 我们每个人可以讲说 是一个存在 一个色 但是我们的本体就是它 所以每个人在拜佛 所以 就是在拜这个本体 本来的面目 只是我们现在 大部分都往外找 找个男人 找个女人 找个成功 找个被肯定 你房子盖长方 我就盖成四方 因为不一样 我跟别人有一点 不一样 因为 我们把那个当作我 那错了 真正的我是平等的 清净的 了解一切的 那这一点 当然 各位像这样一句话 解释归解释 修行归修行 那是不一样 但是如果你愿意 把这句话背下来 慢慢去体悟 你就知道 什么叫佛性 所以叫自归一 由外归一 而达到自归一 内的归一 万法的本体 是不生不灭的 不够不尽的 不增不减的 这个叫法 本来就如此 但是也因为如此 可以产生利益众生的显现 横杀性德 结格归此 如果你不了解空性 没关系 原来法就是慈悲 这样就对得到 所以因为横杀性 这个本体所显现的 事实上就像那个宝石 你把宝石切割好以后 它那个反光都变七彩了 就像苍蝇的眼睛 像雷达一样 你抓不到它了 因为它本体是 假设是里面 它是因为它显现 这个横杀性德是 众生需要什么 它就显现什么 所以表现出众生需要的 和和是以真理和和 理事和和 为横杀妙德 性相不恶 理事和和 是名本具之身保 从外表上 我们从外表上和和 从生活上和和 进一步呢 跟真理和和 跟慈悲和和 所以我们受菩萨界 就像你在守护这个圣态一样 你这个佛性种子 开始又要 要开始浇肥了 晒太阳了 那它慢慢成长 因为我们本来就有 这个佛性种子 只是我们用的都是 分别心 这个叫事 无明言行行元事 这个事就是分别心 哇哎呀我不喜欢 那个不是佛性种子 那个是轮回种子 那如果你用慈悲心呢 你就很容易接近佛性种子 但是如果没有慈悲心呢 那连这个种子都开发不出来 人心本善 再坏的人都不喜欢 看不到别人做坏事 那坏人看到我们做好事 他就会感动了 因为本来人都有这个 善良之心 但在佛教里面叫 佛性种子 所以各位要以他为戒 简单的说 贪嗔痴不是我们 善良慈悲才是我们 所以从现在开始 你要 你要臣服于善良慈悲 千万不要 随顺于贪嗔痴 所以 归命于慈悲 不要归命于 贪爱 忠恨 你要随顺这个佛性种子 因为你现在还不认识你自己 但是佛帮我们制定这个戒 这个戒 就是让我们跟自己的 自信戒合为一体 本来的面目 从现在开始 跟我念一次来 自信是佛 自信是法 自信是身 自信是戒 请问你还需不需要结婚 离心外求 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 我们不知道 现在你找到 不是叫你离婚 而是你要用一个正确的心态 去善待对方 你善待你的老板 善待你的客户 以前你是用一种 我就是为了赚钱 所以才这样 我是为了传宗接待爱情 所以 现在改变了 因为你找到了 你也希望每个人都找到 所以往内求 才是法 往外求叫外道 所以 你根本不需要 就得到别人的 赞看的眼光 因为你自信本 具足三宝 也具足 金刚光明宝戒 叫做佛性种子 所以 本来这些 哪怕你下地狱 这个都还存在 哪怕你坐刚刚那只鸟 这个东西还存在 所以 不忘不失 所以叫菩萨界 不能舍戒 因为不用 本来就是你本来的 你只是在把它 开发出来圆满而已 那你怎么舍戒 所以 顾云 事不坏性 这个是不败坏的 存在的 那这你应该对它 升起真实的相信 我 具足三宝 具足金光光明宝戒 具足佛性 那虽然 这个本体是永恒的 但是你要去 就像 那钻石 埋在土里 本来就存在 在脏的水里面都有 可以提炼出最干净的水 对不对 但是 你要透过修正 才可以达到 四心做佛 四心四佛 这句话是大乘罪 最重要 如果你源于你的心 学佛的心 学佛的愿 那你心就会变佛 所以我们修行这个戒 不是从外面完成 是你要随属你的菩提心 慢慢 那你就完全变成一个 菩提心的本体 所以 透过外在的 注尺三宝 注尺是 现在 注尺在世世间的佛宝 是佛像 佛像 因为大家 看不到真的佛 经典是法宝 生且是生宝 简单的说吧 就像我们终于知道 原来我们是一只狮子 不要认为自己是一只狗 所以这只狮子将来 一定成为狮王 那我认为受菩提心 就是终于找到自己最圆满 各位要随喜自己 也就是说 法华经里面说的 你本来是皇帝 你本来是有钱人 这是因为你现在喝了酒了 甚至在外面做乞丐 你不了解你的宝石 还藏在你衣服里面 你去外面跟你在要钱 所以我们众生本具这个 所以法华经教一称佛教 众生都有佛性 都可成佛 所以 但是 了解如此 透过外在的三宝 来自一种修行 也就找到自信 归佛 从外在的佛归之形的 佛性种子 那这个是敬畏来计的 不但如此也当愿 所欲有众生都找到这个 那你就不用再往外求了 往外求就是轮回 就是苦 所以整个修行 你叫 抉择 什么叫智慧 这个对 这个对 那个不对 你要跟自己比赛了 好不好 就像各位很想睡觉 很想睡觉 不行 不能睡觉 再睡变猪 不能睡 所以 因为很多人就没事就睡觉 没事就睡觉 你下边就做那个 蛤蟆 蛤蜊 或是冬眠的动物 反正时间当然就冬眠吧 所以这个睡觉 你要看你自己怎么去挣扎了 但是说简单很简单 赌博 爱漂亮 脾气 个人的想法 这都不是你皈依的对象 我们是敬畏来计 皈依 是不坏心 自信戒 各位一定要想尽办法 看经典 或是听真正的善知识去解释 什么是佛法生戒 不然好像外表上 大家都说 好 皈依 皈依 碰到事情就不是皈依了 只有想法 却没有佛法 就用个人的分别意识来判断事情 不行 这样很认真 一般我们 公请三宝 哇 原来 公请的三宝 是十方的 所以 乃至对一切无法生 对六道众生 都要 齐请到 连皈依的方向 也都是敬畏来计的 所以 它就是超越时间 空间 数 穷 完全都是包含在这里面 事实上我们的心本来就如此 假设各位现在你这样想 你死了 那 你又把你的 心又融入于虚空了 那这个虚空无所不在 那我们现在就有个对立 它是太阳 是我 那边是印尼 我这边是中国 那边是东 这边是西 但是如果你进入了法性 一切法的本来面目 它是没有分别的 山等于河 河等于水 因为它只是一个暂时组合的现象 这些树如果没有水 没有一棵可以火 对不对 所以我说树是水可以的 我们的身体没有太阳不能活的 所以 你的身体里面有太阳 所以 我们的身体里面有印尼 所以我们的身体里面有水 事实上 只是因为目前的像 你会这样分别 它是在本体里面 我们大家 互相 都做过父母兄弟姐妹 都融为一体的 就像我们现在 我们供体是什么 呼吸 所有人的生命 现在可以存在 是靠着空气 所以 我的这边也有空气 你里面也有同样的空气 而且你吸的空气 有没有我吐出去的气 这本来就融为一体的 当然你要经常去 这些思想不要光听 就是说 各位要一直去思维 这叫心